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我们的天父上帝 在这凌晨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相信我父上帝是全能的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成为我父上帝的儿女 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使我们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能够把这好的祝福留给自己的儿女 主啊 这信心正是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上帝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能使我和子子孙孙领受祝福 因信靠耶稣基督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得到这允许上的祝福 主啊 我们承认告白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很多的困惑 正是被恶魔恶鬼所困扰 主啊 求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洗净这一切 求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守护住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不再被撒旦魔鬼所侵犯住 我们相信今天上帝保守我们 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 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祝愿您更好啊 祝愿您更好 真切的祝愿您更好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真言十八章十四节 此时此刻上帝也在做工啊 上帝多么多么的好 是最爱我们的 那么最为神奇的是什么呢 大家和我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 如果我不知道我的缺陷是什么 我们去看一下我的儿女 看儿女如果不侍奉上帝 就说明这个父母也不侍奉上帝 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 父母好像特别的虔诚 但是他的儿女什么样子的话 说明这父母其实也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通过你的儿女来查清一下自己吧 就是说我的罪恶 我种下的恶果 我不好的习惯习情 全在儿女身上显现出来了 比如说 我曾经是爱说谎的 就发现我的儿女特别能说谎 我不喜欢教会 我不爱去教会的话 就发现儿女也不爱去教会 儿女也不喜欢教会 这时候做父母的真诚的认罪悔改 能改正过来的话 那儿女也能得到解决呀 那么我的家庭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呢 看见儿女是什么样子的 通过儿女的行为 大家真诚地认罪悔改吧 这时候就能得到医治啊 所以有时候我朴牧师 为什么就说 你家的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看大家的行为就能看出 看大家的行为就能知道 大家儿女是什么样子的 就比如说一棵树上长出梨了 就知道这是一棵梨树啊 所以儿女操心 儿女不听话嘛 不怪别人 不责怪别人 做父母的真诚的认罪悔改吧 只有上帝能改正我们 医治我们 我们来读一下真言十八章十四节 一二 人有疾病 心能忍耐 心灵忧伤 谁能承担呢 阿们 再次的各位 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 首先读圣经之前 我们需要做什么 要彻底的认罪悔改 不真诚的认罪悔改的话 读圣经也读不明白 而且圣经的话语 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而且我不悔改 我不真诚的认罪悔改的话 我读圣经反而会 自己害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个罪人的身份 我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不承认耶稣基督 是我唯的救赎主 不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 因我的罪恶 反而是害自己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曾经 不信靠耶稣基督 不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的认罪悔改的话 读圣经的时候呢 反而是自己害了自己 因为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读 按照自己的学识 按照自己的学问来明白 完全是读错了 就自己害自己了 那么我们讲实话 真心劝勉 哎呀 这位姊妹 这位兄弟 我们读圣经之前 真诚地靠着 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吧 但是有些人接受 有些人不爱听的 那么为什么不爱听呢 被魔鬼支配的时候 不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就不爱听 耶稣基督是没有害任何人 耶稣基督是爱了所有的人 耶稣基督 从来就是一直爱了我们 甚至为了我们这些罪人 舍了自己的性命 没有自己的住处 没有地方住 而且一直医治了我们的疾病 赐给我们祝福 而不信耶稣基督的人 始终在辱骂耶稣基督 甚至在杀害耶稣基督 加勒太师四章二十九节 那么在座的各位 如果我们没有真心的爱人如己的话 那就不叫信心了 马太菲六章十四到十五节 不饶恕他人 我也得不到饶恕的呀 上帝告诉我们 人有疾病 心能忍耐 那么心灵忧伤 谁能承担呢 那么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人是有心灵的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人 心灵了 上帝赐给我们圣灵 那么领受了圣灵 就能战胜一切的疾病的 而人如果没有心灵的 就如同动物一般 就得不到圣灵 这时候生了疾病 也不会医治这疾病 也不能战胜这疾病啊 我们内心总是想欺骗别人 妒忌别人 抱怨别人 埋怨 找借口啊 找理由啊 大家知道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经常有找借口啊 找理由的 甚至我自己也在找借口 找理由的时候 赶紧醒着啊 我原来是被魔鬼支配了 我内心总是爱背叛上帝的话语 总是在违背主的教导 这都是我们列祖 祖祖伯伯犯下的罪行 也是我自己犯下的罪行啊 我们为身边的灵魂祷告吧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为每个灵魂祷告啊 心灵忧伤 谁能承担呢 人有疾病 心能忍耐 那么人 什么叫人呀 内心的心灵活了 领受了圣灵 这才叫人 人没有领受圣灵之前呢 就如同动物一般 就是一具死尸一般 因为心灵死去了 在座的各位 我们的肉体最终是要死去 归入土的 肉体一定是要死去的 而灵是永远活着的 那么 这一辈子 哪怕活一天与上帝同行 这是最大的幸福 也是最大的福分 十篇八十四篇十节啊 那么在这世上 肉体活一千年 却始终不认识上帝 始终活在罪恶的话 那就是最大的 那十篇八十四篇十节啊 所以光肉体活着 那并不是好的 光肉体活着 那并不是长寿啊 所以大家的儿女 现在遇到困难 大家的儿女 现在有事的话 大家千万不要 总是责怪儿女 来承认自己的罪恶 承认这一切 是大家种下的恶果 是您种下的恶果 您种下的刺儿 全留到您儿女身上了 加拉太说六章七节 所以我是什么样的性格呢 儿女就是什么样的性格 那么我们的祖祖伯伯 是什么样的性格 也全展现在我身上了 我现在爱想什么 我现在爱做什么 就比如说我总想唱歌 我总想去跳舞 那我的祖祖先生 肯定也是唱歌跳舞的 我总是爱想做生意 那么我们身上 都有这样祖上 给我流传的不好的忘形 那么耶稣基督的宝血 能使我们脱离祖上 给我流传的不好的忘形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信靠耶稣基督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真诚的认罪悔改 我的良心活了 是我领受圣灵了 在座的各位 我们内心有圣灵了 就能战胜一切的疾病 而很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领受圣灵了 就夫妻之间 其实夫妻之间 是一模一样的 儿女和父母之间 也是一模一样的 而我们总是不肯承认自己 总觉得是父母有问题 总觉得是儿女有问题 好像自己完全没问题 在座的各位 我没有领受圣灵 是我的罪过 是我的原因呀 那么做父母的呢 不肯悔改 不肯认罪 整天在 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啊 心灵能战胜一次的疾病 那么能让心灵战胜疾病的 是因为心灵活了 领受了圣灵啊 那么约安三书二节 灵魂得以兴盛 这时候在世上 才是横通 凡事好的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说这个人 身患了重病 即将死去了 别着急 或许那个人 还不至于死 哎 我觉得这个人 看着特别好 但是这个人 没有任何的用处 真言二十九章一节 或许这个人 立刻就死去了 就是说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看法和上帝 是完全不同的 上帝的旨意 永远是美好的 为的是要拯救一个灵魂 在我看来 这个人特别不好 或许这个人 正在蒙上帝的恩惠 和上帝的爱 上帝在施慈爱 施怜悯给他 为的是拯救他 为的是让他悔改 而我们总是按照 我的想法 按照我的私欲 按照我的贪婪 按照我不成熟的想法 按照世上的标准 和价值观 来看待一切事情 在座的各位 我们需要认识的是 我们的天父上帝的爱 认识耶稣基督 保守的爱 真诚地认罪悔改吧 那么在这时间 我们要认识到 我心灵是多么的宝贵 多么的重要 只有上帝能拯救我的心灵 每个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拯救我的灵魂 拯救我的心灵 第十四节 我再来读 人有疾病 心能忍耐 心灵忧伤 谁能承担呢 那么能让我活过来的 是靠耶稣基督 使我活过来啊 那么在座 因信靠耶稣基督 使我们活过来 因信靠耶稣基督 使我们才能从死里复活 从罪恶里脱离出来啊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传福音的时候 怎样才能把这主耶稣基督 讲解的 让人能明白 让人能领受呢 那是要靠圣灵啊 因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的认识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啊 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 能站起来 能活过来了 我才能帮到身边的人啊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都要有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都要认识耶稣基督 因信靠耶稣基督 才能明白旧约的话语 因信靠耶稣基督的保险 才能读懂圣经 读懂这个旧约的内容 读懂圣经的话语 所以 首先我要承认 耶稣基督 是我唯一的救赎主 是上帝的儿子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的罪恶才能得到赦免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才能 与上帝和好 从罪恶里脱离出来啊 那么 心灵忧伤 谁能承担呢 唯一读上帝是赐给我们圣灵的 约安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 唯一读上帝是赐给我们圣灵的 约安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 在座的各位 我平常牧师曾经就是这样 我觉得身边没人 我就随便秃脱液 随便丢垃圾 随便扔垃圾 其实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害了别人 当然了 我种下的恶果呢 都流到了我儿女身上 就比如说 我随便脱唾液了 我随便丢垃圾 我随便 吐痰 那我吐下的这样的唾液 导致我的儿女呢 在不经意之间呢 就把饼干丢到地上 又捡起来吃 所以 我的良心要活呀 大家觉得 反正身边没人 我随便 我随便大便 我随便 小便 就是我们这种的行为 就是丢弃了良心 为什么上帝让我们 长存良心呢 要长存无愧的良心 丢弃了这良心 就在信心里 像是传破了洞一样啊 我们要长存无愧的良心啊 这个良心是上帝给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能使我的良心活过来的 而我们总是愿意 丢弃这良心啊 这心灵很是宝贵 心灵是非常的珍贵的 在这世上 没办法能拯救我的心灵 唯独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上帝 上帝的爱 是能拯救我的心灵和灵魂的 我们找一下 使徒形状二十章二十一节 使徒形状二十章二十一节 在座的各位 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 是多么宝贵 多么珍贵的允许啊 那么我平牧师经常就求告上帝 主啊 上帝是医治我们的 而我们呢 总是不专注于上帝的话语 我们整天要想着 哎呀主啊 求主赐给我祝福吧 求主给我钱财吧 而我们却不曾想着要遵守上帝的话语啊 无论是在小的事情 在大的事情 遵守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旨意的时候呢 是有奇迹发生的 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话语啊 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一切 上帝给我们造就这一切 就比如说这位信徒 您的缺点是什么呢 我们就觉得 哎呀 每个人不都是有缺陷 每个人不都是有缺点的吗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就我内心把上帝的话语当成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因为不信耶稣基督 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看待一切 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看待一切呀 我们的想法是脱离了主耶稣基督的 和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关系了 格林多后书十章五到六节 我们在这世上寻求的是教养和礼节 不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总是把教养礼节当成第一位 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是要把上帝的话语 把主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的 世上的教养礼节都是其次的呀 大卫在遵守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 他装疯了 他并没有把教养礼节放在第一位 他是把遵守上帝的话语 当成了第一位 按照上帝的指使 如实地遵守顺从了 很多人说 哎呀 这数十年以来 我们都有这样的传统 我们都有这样的礼节 教养 从来不遵守上帝的话语 把世上的礼节和教养和传统 放在第一位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都要顺从 是顺服的是阿门的 哥伦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在主耶稣基督里 我们阿门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荣耀归给上帝 是有神迹奇事发生 是有奇迹发生的 而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总是要添加世上的理论 和世上的价值观 觉得自己符合了 就觉得哎 我来遵守一下 觉得好像这不符合价值观 就不遵守 这不叫信耶稣基督啊 在座的各位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 当向上帝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阿门 面对上帝 我们只有认罪悔改呀 使我的心灵活过来 唯独是上帝能 使我的心灵活过来 我们需要在上帝这里做的 就是要认罪悔改呀 我们服侍基督的时候 上帝蒙上帝的喜悦 约安福音八章二十九节 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 服侍基督的时候 上帝绝不撇下我们 我们的心灵要得到上帝的圣灵啊 我们面对上帝 要真诚地认罪悔改 因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就要真诚地认罪悔改呀 我们再读一遍 使徒行说二十章二十一节一二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 证明当向上帝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阿门 无论是谁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人 听了上帝的话语 都要认罪悔改 信靠耶稣基督 使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信心呀 因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常常的祷告 是认罪悔改祷告 做四些段悔改祷告啊 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圣灵啊 我们找一下约安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 而大家却不肯悔改 不愿意认罪悔改 大家总是想背诵 总是想背诵圣经经节 总是想背诵圣经经文 结果是没有领受上帝的话语 约安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但我要从父那里拆保会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阿们 真理就是圣灵啊 那么耶稣里边是有真理的 那么圣灵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 是因信靠耶稣基督 使我们得到圣灵 因信使我们得到圣灵啊 所以我们面对上帝都要悔改 要归向上帝啊 脱离罪恶 归向上帝 是因信靠耶稣基督保写的功劳 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 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保写 真诚地认罪 是悔改祷告 我的心灵活了 我们灵魂活了 使我的疾病得到医治 能让我去天国呀 那么再次的各位 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保写 真诚地认罪悔改的时候 使我们活过来呀 真诚十八章十四节 在这世上 世上的礼节 世上的学问文化 世上的教育 不可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 也不能拯救一个人的良心 只有耶稣基督的保写 只有耶稣基督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 是拯救我的灵魂 拯救我的良心的 所以在听讲道 听上帝话语的时候 我们大声地呼喊阿门 承认上帝的作为 主啊 求主赐给我信心 我的信心多么的单薄 我的信心多么的渺小 我总是被自己的想法和理论困住 不肯相信上帝 求主怜悯我 求主赐给我信心 求主帮助我 在座的各位 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要 信靠耶稣基督的保写的功劳 真诚地认罪悔改 我们现在看不见 自己的灵魂的状态 有些人灵魂已经死去了 或者说有些人 全是像在活在定时炸弹一样 不知道就这 随时随刻就有这样 灾害就爆发出来了 而我们却自己是意识不到的 而上帝总是要帮助我们 爱我们 所以给我一些眼前的困难 眼前的问题 为的是要提醒我 让我立刻归向上帝 让我立刻真诚地认罪悔改 归回上帝 所以我看到我身边的人有问题了 我看到我身边的人 现在遇到很可怕的遭遇的时候 就要想着 啊 这是上帝在联名我 提醒我 这是上帝在召唤我的声音啊 这并不是别人的处境 这其实是在告诉我是我的处境 因为我看到的一些 就是我的镜子啊 在座的各位 有些教会呢 从来不参加成羹礼拜的 不承认上帝的作为 我朴牧师曾经也是这样想的 因为非要有了长 有了长老的名分的时候 再来参加成羹礼拜吧 我不知道每个凌晨是来上帝这里 我不知道每个凌晨 是有上帝帮助我 结果呢 我的儿女也不参加成羹礼拜了 因为我曾经就是没参加成羹礼拜的 所以面对我儿女的 面对我儿女的情况呢 我就要真诚地认罪悔改啊 这信心是什么呀 基督是永恒的 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 基督是永恒的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是永恒的呀 做四节段悔改是永恒的 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而我的疾病得不到医治 没有领受圣灵 这时候首先就会发现 我内心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 我内心是在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那么我看不见我的形象 我看不见我的模样的时候 通过我周围人来查清一下我的形象 通过我周围人的处境来查清一下我的状态呀 我得不到医治 我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 是因为我没有领受圣灵啊 那么在座的各位 出埃及记的时候呢 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 上帝为什么是法老王的儿子死了 往往这个家庭里最心疼谁 就先拿走谁的性命 比如说法老王 为什么法老的儿子先死去了 因为他的儿子死了 他才会伤心痛悔呀 那么我们曾经总是依赖自己的妻子 依赖自己的丈夫 我越是依赖谁 就先失去谁呀 上帝是让我们只依赖上帝 只依靠上帝的 而我依赖我的妻子 我依赖我的父母 胜过上帝的话 就说明我内心有罪 是我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因我的罪恶 先让妻子去世了 因我的罪恶 先让我的丈夫去世了 为什么妻子先身患重病 为什么丈夫先身患重病呢 为什么儿女先身患重病 先死去呢 这都是因为这个家庭里最依赖的是儿女 最依赖的是妻子 最依赖的是丈夫 就我们越是最依赖谁 我把我的希望全寄托在我的儿女身上 我把我的希望全寄托在我父母身上 这时候反而是害了这个人 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盼望 唯独是在天国 我们的天父上帝 主耶稣基督这里 而我们总是不遵守上帝的话语 我说是信耶稣基督 我就把我的希望寄托在这世上 把我的希望寄托在我的儿女上 这就是没有爱上帝 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在座的各位 这就是我们的罪恶 我们认识到我的罪恶 就要真诚地认罪悔改呀 我身患重病 身为我的心灵死去了 没有领受圣灵 唯独上帝赐给我圣灵 唯独上帝能让我战胜这一切的疾病啊 所以我们需要投靠的唯一是上帝 是天国的父 我们天国 是我们天上的天父上帝 也是我们永恒的父 永活的父 而且要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我唯独救赎主 唯独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赦免我一切罪恶 洗净我 能拯救我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 我们不要再害了儿女 不要再害了父母 只专心爱主爱上帝吧 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呀 那么在座的各位 有些人说 哎呀 我缺了我的妈妈 我是活不了 我离了妈妈 我活不了 我离了爸爸 我活不了 这时候正是这个儿女 在害了父母 害了妈妈 害了妻子 害了丈夫 我离了谁 我活不了 我们的告白永远是 我离了上帝 我活不了 我离了耶稣基督 我活不了 这世上的人 都是一样 我们都是被造物 我们总是寄托 我们总是把我的希望 和信来寄托 在人身上的时候 在上帝面前是犯罪了呀 再说的各位 我们真诚地认罪悔改吧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并没有真诚地认罪悔改 听讲道之前 也没有悔改认罪 读圣经之前 我也没有认罪悔改呀 感谢上帝今天告诉我 我的错在哪里 感谢上帝指出我的罪行 主啊 唯独圣灵能战胜一切的疾病 唯独上帝是赐给我们圣灵 使我的灵魂活过来 使我的心灵活过来 使我的良心活过来 主啊 唯独灵魂兴盛的时候 身体健康 在这世上一切都是亨通的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圣灵 使我们得到这一切的祝福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